郑妹穷游十四国被士兵持枪逼婚 我原来医学员毕业在医院工作五年 到13年的时候辞职 后来就开始背包旅行 她叫陈孟婷 28岁中国浙江人 是家里的独生女 从小就是个好孩子 过了25年循规蹈矩的生活 有天突然受够这种四平把我的日子 决定走出去 从菲律宾开始独自游走十四个国家 帮主人打扫 刷油漆 换取住宿 也说故事给他们听 在黎巴嫩时 常被机关枪的声音吵醒 还有朋友的哥哥战死沙场 都让她深刻感受到战争的残酷 后来我又搭车往叙利亚走 因为我去黎巴嫩就是想看看战争 亲眼看看战争 快到叙利亚战场那边的时候 还被士兵举着枪求过婚 对方缠着她不放 幸好有军官来解围才被放行 在印度的时候 她除了车祸 伤到脑部 畏惧和嗅觉受损 妈妈的关心简讯 让她突然好想家 戳着我的难过 我甚至在旅行中失恋 我开心的事情 他们都会看得到 他们看得到旅行 在我身上的变化 他们觉得这件事情 对我的意义还是挺大的 对我改变也挺大的 种种精力都没有挤到她 她说学会更注意保护自己 希望走得更远 看得更多 总新闻 总统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